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是報181.15點 按週跌了0.300% 繼續在181點之間徘徊 看完CCL都看到香港的樓價很硬 以及被譽為世界上數一數二貴 如果想買樓收租 投資回報可能就差一點 有些人會想可否投資海外物業 我們今天請來了 中原地產海外營業董事 許大衛David和詩生 談談投資海外物業 兩位你們好 David 見到近期英鎊和日元都比較低水 現在是否投資海外物業的好時機 其實如果紙水低水 其實是作為客人去考慮買外國樓的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這個令到成本變相低了 譬如舉例 Yen現在是20年最低位 如果又留意日本樓的人 就會覺得這個時刻去買 其實變相大了85折或8折 令到入市的動機會大了 因為其實日本樓過往來說 有些相對比較難做到安揭 通常一次過付錢 如果紙水便宜了在這個時刻賣 就變得更好 因為其實看10年的標準來說 其實你跌到這麼低位之後 彈上去就變相 就等於好像賺了外匯一樣 所以其實英鎊也基本上便宜 變成英國都多人去考慮去問 所以這段期間查詢量就可以了 我有一件事要跟進你的說法 你說香港的樓貴 買樓收租的回報低 看成是一個不好的因素 但是在物業投資市場 回報高的物業通常不是好物業 因為物業投資有兩種收益 一種是租金收益 一種是升值的前景 為何回報這麼低 就是人們看好它的升值前景 才會接受低一點的回報 所以如果你去買東西 只選擇高回報的一定是買錯東西 因為高回報的物業 就是它的升值前率比較低 等於你買股票 如果你這樣說很簡單 買一些PE低一點 派息高一點的就是好股票 但不是的 你看前一個階段升得快的下半都是PE高的股票 所以回報低的物業通常是很多人去投資 所以樓價高了 租金就是反映眼前的情況 樓價會反映將來的前景 將來前景好 樓價才高 回報率才低 香港的物業回報率低 所以證明香港的物業想買的人還是多 如果不是少人買樓價跌 回報率高 所以不要買樓 不要只減回報 如果海外物業回報都不錯 你又認為海外物業是否投資 海外物業普遍回報都高過香港 它通常有什麼問題呢 一個就是套現的能力沒有香港那麼強 因為它交投相對少 價錢不算很高 回報就高 將來賣出去就不容易 賣出去的時候升值的前景 通常不太好 其實剛才施生說的 我都比較認同 因為其實一些新興的國家 就這樣看上去 回報就一定好像很高 但是剛才提到 亦都一點就是 客人最空投資的話 始終有一個叫退場 退出 那些地方可能根本二手市場 都未成熟 變成作為投資的話 最好找一些所謂海外國家 本身的二手市場都成熟 去投資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買英國樓 我想買倫敦的回報應該低一點 你買去蘇格蘭可能高一點 你買去西班牙葡萄牙更高 這就是投資前景造成的 David有沒有說 有甚麼地區是香港人熱門的投資地區 其實香港人去投資海外樓 過往都是有限錢去投資 但當然現在還結合多了移民因素 因為他未去住之前 可能買住一層樓 自己收住租也會有 以往來講 香港人買的國家都真的幾闊 亞洲地區 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這些都會有 去到一些小朋友會讀書的地方 英國、英美澳街 這些地方都會有 所以本身來說 他們都會看稅制 成熟程度 以及剛才主題是指水 因為有時有些指水歌 可能是十年一次便宜 他們就會衝進去買 因為便宜了 亦有需要 施先生 你最近有沒有考慮投資海外物業 我有投資 我們自己搞的一些學生宿舍的投資基金 他們主要買一些大學附近的宿舍 拿來收租 那些就是租金相對穩定 因為一般人 在政府來說 即使財政赤字 要削減開支 都很少削教育 在家庭來說 多數支持子女讀書 都是放在重要地位 所以即使疫情期間 他的租金收入都不錯 受影響比較少 我也有做一些海外的投資 但是 你說自己在一些不熟悉的地方買一間 我就比較做得少 通常我認為 在哪裏投呢 最好就是 如果你買來住的 最好去住一段 了解情況才投資 如果買來收租 最好是買一些可以反映實際租金的 不要接受那些發展商 叫做Rental Guarantee 即租金保證 租金保證即是 沒有真的租金收入 發展商補貼給你 那些反而不要靠 你最好真的了解當地的租務市場 了解它的實際回報 一個長時間的關注下 你去做判斷 好過純粹聽別人說 給你一張Fact sheet 就去做投資 David剛剛施先生說到 可能是一些學生宿舍之外 還有沒有 是有甚麼投資 海外的物碟是比較高回報 或者是值得去投資的 通常都是好像施先生這樣說 其實風險和高回報永遠成正比 反而現在的客戶 因為他們選擇一些國家 都是期望本身市場訊息 要流通透明 舉例英國 本身你在網上自己可以做很多功課 了解到是否真實租金回報是這樣 還有二手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你買了一層樓 也不希望買完之後沒有人租 將來買完之後始終都有機會退場 即是叫做賣出去 而賣出去的重點就是 本身是當地的承接力行不行 所以其實很多客戶都會選一些 比較成熟的一些國家去買 即是等於你說去新加坡你看看 剛才施先生說 其實新加坡的租金回報 是略高於香港 但它本身整個制度 政府的政策在房地產市場都很透明 變成就算那些客戶 現在這個時刻就算給高稅 有些客戶都願意放一些資產去新加坡 因為其實現在有些客戶是高端客 他們想過他們自己的投資會比較複雜 所以其實都是那句 如果是要去投資海外 自己做功課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在網上會看到 政府會給你一些資訊 現在香港人的業門投資海外的地點 可能就是英國 可否說一下英國分不同的城市 他們的回報率都有不同 現在香港人主要是投資在英國哪個地區多 其實現在客戶在英國的市場 結合了用家和投資 如果純粹投資來說 會有兩批客戶 因為其實倫敦當然那個回報會低一點 現在普遍有些倫敦 其實我們不要說真的很核心 我們現在最近做的都可以做到四厘多 這個回報是叫做不差叫好 當然也有些客戶 因為自己的預算有限 會考慮一些叫做二線城市 即是萬城、百明漢這些 這些普遍都做到五至六厘 但當然剛才施先生說的重點就是 為何香港樓價值錢 就是可能回報是低一點 但將來的升值空間 始終會跑贏一些叫二線城市 所以如果給得起錢去投資的客戶 即是相對預算鬆一點 他們可能在這個時刻都會選倫敦 但當然剛才我也提到 有些客戶 這段期間會多了朋友 可能自己買了萬成 又叫朋友去投資萬成 因為可能這樣聽回報會高一點 又有小一點 又有小一點 其實市場是挺闊的 因為現在除了倫敦、萬城、二線城市 其實很多人都會買一些叫做 歐西倫敦的一些小屋 這些是作為他們有機會真的自用 所以現在整個市場 都什麼客戶都有 有些城市可能根本之前都沒有什麼人看 突然間說 我都打算去蘇格蘭 去一些濫本城市 那裡相對樓價會便宜一點 聽上去的回報也很高一點 但我們也經常提及 那個地方的人口可能本身是少的 就算這一刻所謂的表面數值 好像吸引一些 但將來有機會 我賣了一層樓給小朋友 去回倫敦的話 要考慮出手的時間 容易 會有關係 會有關係 因為現在很多客戶都會選擇不同城市 第一個目的 他們通常會考慮小朋友讀書 是哪個城市 哪個點 所以有時候他們都會看小朋友讀書 的安排是怎樣 去選擇他自己住的地方 甚至乎有些客戶基本上都好像市長說 他們先下地 租住樓 看一個地方 他覺得適不適合 再慢慢找一個地方 作為自己在當地 將來住得比較長線的居所 會有的 當然如果有些客戶相對比較充裕 經常都會聽很多客戶說 在香港買了一層樓 在英國買兩三間 一間自用 兩間收租都會有 因為其實在那邊也有個問題 可能找工不容易 他們會去想想 怎樣會有些被動式收入 所以買樓收租 始終租金是一個回報比較穩定 英國市場相對都是健康成熟 我的觀察就是 現在香港人去買英國樓 可以接受的對象是比以前闊 以前很集中倫敦 或者一些比較大的城市 現在可能去的人的財力 就是參差比較大 以前相對富裕 退休去移民 現在有些相對年紀輕一些 不是那麼多的職促 而且那邊沒有立即有一份很穩陣的工 他不敢勤勤太多 所以會去一些二三線的城市 不過我聽一些英國朋友說 你買如果不是太大的城市 在英國都要小心 因為英國都是人口會流動 有一些地方是人口流出、老化 是便宜的 你買下去 越來越差 所以都是買一些大的城市 穩陣些 不過我於經濟能力 現在可能買得比較分散些 越是買不是那麼多人聽過的地方 就越要做好功課 施生提的現象 其實放在日本都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很多人說 日本幾十萬買層樓 日本會有鬼城的地方 因為其實人口老化 年青人會去大城市打工 那些地方表面上好像很便宜 表面上好像有一個租客在 租金回報很高 但會遇到剛才的問題 將來真的要脫手 不知誰接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很少人口 所以這個理論 派到全世界的國家 我們都在說 如果可以選擇 選擇一些一線的地方 就相對流通性會好 會買貴 就不容易買錯 這個是不是都套落到香港的樓市 怎樣呢 買貴不會買錯 這個如果香港的經濟發展 一直蓬勃 人均收益一直增加 那當然前景就會好 你只會買貴 一個週期完結之後 他又會上回去 但如果你說一個城市走下坡 那性質就不同了 聽到現在說 很多人都說要移民 香港有移民潮 那擔不擔心香港樓的價值都會下跌 當然是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就我 你剛才說的中原城市指數 你就知道 指數還是相對高 現在在這麼多壞消息 股市跌了三四成 樓市都是三幾個巴仙的波動 顯示香港的市低還是很堅強 我看到的情況是甚麼呢 有人移民 但有人時官歸故 有人留意港科場 他的樓盤很快被人吸收了 例如最近 其實交投的確少了些 原因是甚麼呢 一個有很多新盤開 客人就走去買新盤 另一個就是 業主見的市好 價錢企硬了 看不到移民對香港的樓價出現很大的拖累 因為移民是這兩星期開始的 去年已經開始很多人移民 所以對市場的衝擊 應該大部分反映出來 David 你覺得 可能投資海外物業和投資香港樓 可能分別最大 在哪裏和要留意哪個位置 我想基本法則就是 本身香港樓大家都很熟悉 整個交易程序的機制 市場情況 你買下去 當然可能租金回報 對比一些海外國家來說會低些 但流通性和將來的前景 好像施先生說 如果經濟好的話 它的爆發力來說一定會強 而買海外樓 通常很多客人都是拿部分錢出來 叫做小市郵刀 第一件事都是最重要 就是他本身都要先熟 有些客人來講 他自己本身買的地方 可能日本 他經常都去很熟 他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我租不到 我自己都能用得回 很多人買東南亞樓 都有這個概念 因為他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結合了不同的元素 所以你說投資海外 有投資海外的好處 因為如果你吃到紫水便宜的 那個地方屬於經濟增長 一直都在升 舉個例子 就像新加坡 其實這段期間疫情 其實它的樓市都是繼續升 很難會出現 因為疫情經濟不好會跌 因為現在很多發電商面對的問題 就是地價依然那麼貴 建築成本不斷上升 所以現在新加坡已經說 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新樓 基本上就算是遠一點的地方 開價都要2000元波子一呎 這件事就以往可能 將很多人對新加坡樓市的看法 也都扭轉了 因為以前2000元尺 3000元尺 已經是說新加坡比較核心 但現在可能是東邊西邊 遠一點的盤開 都是這樣的價錢 所以除了移民的因素之外 其實本身現在很多地方 英國一些比較成熟的國家 它的樓價都是上升 可能因為疫情底下 建築成本跪了很多 都是一個原因 今集很感謝兩位跟我們說到 投資海外樓和香港樓之間的差異 我們下集樓市事件再見